Hello 各位觀眾 你們好 我是美食家Leo 大家都認得我 今天看到我在這裡 其實也不用說太多 榴槤大家吃得多 你會不會選擇呢 留意今集這個節目 我們請來榴槤園的代理商 Hanky Han 為我們介紹怎樣選榴槤 怎樣去分別一些真正的貓餐王呢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很多人都應該知道 就是有個五星的圖案 越深的老樹 它這顆星就會越深色 我想問 今集打斷你 為什麼一定要拿獎金綁住 沒錯 因為它全部貓餐王都是樹上熟的 所以它逐個找人去照顧榴槤 快到了季節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綁 而且每一個榴槤 其實在樹上的時候 它都會綁住一條繩子 跌下來的時候 就不可以碰到地下 產量一年都不會非常多 都是有龜之星的 所以它就更加值錢 每年是哪幾個月份呢 每年就是六月開始 當然都是看天氣的 有時候就是五月 有時候六月 現在今年算是遲了一點 剛剛六月中就開始了 以前好像有個富豪 現在剛剛買到 牠好像吃貓山王很厲害 吃到上癮了 牠正常是那邊 剛剛跌下來 就手托搭飛機回來給你吃 說真的 這個 沒錯 現在已經可以發展到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這個 因為真的昨天跌 今天立刻有 但是我看貓山王可能是0.6kg 但你這隻好像不一樣 這隻大概是4磅 3-4磅 沒錯 好像還有一些大一點 沒錯 當然了 我批過 剛剛翻了一些4.5kg 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大小磅 大過你的頭 那接下來 阿Ken 教他 怎樣選貓山王 最重要就是 牠不要爆開了 如果牠不是有損位的話 大部份有九成以上都沒問題 因為牠全部都是樹上熟 產類都很少的時候 牠們很悉心照顧 你會見到牠每一個釘上面 都有一些棉花 這個棉花就是濕了水 讓牠可以養住牠 讓牠繼續可以保持牠的新鮮和水分 色澤會不會有些特別呢 其實牠確實 這個都是一個謀誤來的 確實有些榴槤 你會見到貓山王 牠會有時候有些是啡色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綠色 或者有時候就青BB多一點 但是完全不影響牠裡面的生熟情況 是完全無關的 有一個更加重要的重點就是 不要被人騙 那就是十五年以上的樹 才是一個AA級的果 因為在貓山王裡面 是有三個品級的 但我們怎麼分呢 其實看著榴槤 真的分不到它幾年的樹 你是絕對分不出來的 是 吃的時候就知道嗎 當然 因為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我聽到別人說 有些是奶油一點 有些又不知道怎樣 確實是有的 最重要就是濃郁度 還有第二個 如果是新樹的話 五年到十年都是屬於新樹去收割的 那些樹通常都會是比較大核的 如果你不認識別人 就算了 我當你去馬來西亞 你去旅遊區 我都很肯定你是吃到一些比較次級的品種 但是KK 我先說一句 是 你給我們 做什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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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榴槤呢 是 全部都老鼠 真的老鼠 我們嚴選了十五年以上 AA級以上 我們這裡保證全部都是 記得 看著我們 賣的傾 我們會不會有些優惠呢 當然有 上一來我們一定會有些優惠 對嗎 OK 那其實不要說那麼多 有很久 可以吃了 我想咬它 謝謝 謝謝 謝謝